连城这帮贪官啊 把人吃的粮食 换成了牲口吃的 福康和草料 这件事 何大人可知道 我知道 那何大人不觉得惭愧吗 我背绝欣慰 为什么 季先生有所不知啊 这一斤口粮啊 可以换三斤福康 这就等于 原本能救活一个人的粮食 现在可以救活三个人了 可福康是给牲口吃的 不是给人吃的 灾民还算人吗 你说什么 你不要把眼睛瞪那么大 你知道不知道 行将饿死的人 就不是人了 那就是畜生 只要能活着 还什么福康啊 那是好东西 草根 树皮 泥土 都可以吃 此话出自堂堂何大人之口 真是令人震惊 你当然感到震惊 你是一记书生 你只会在书斋里 手捧圣贤书 骂骂当朝者而已 当朝者不公 自当抨击 你干嘛火气这么大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喝酒 来来来 喝酒 来来来来 鸡先生 你见过这个吃观音土活活 仗死的人吗 什么是观音土活活 你看看 你不知道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 你见过这千里平原 所有树木的树皮 都被啃光的情形吗 一子而食 你当然听说过 那是史书上的四个字而已 我是亲眼见过的呀 这换孩子吃啊 就是锅里的一堆肉 你 你以为我毫无人性 是不是 你以为我只知道贪钱敛财 是不是 我亲自到灾区去过 到那一看我心都凉了 我这才知道 不管朝廷发现多少救灾的粮食 永远也不够 如果我不设法变通一下 那你在灾区看到的 就不是灾民 而是白骨喽 这 赈灾的粮款不够 可以向朝廷再请求播放吗 朝廷 你知道国库还剩多少银子 你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争大小金川 凭准嘎尔布 眼下国库就是个空壳子了 你知道不知道 可朝廷还是发了赈灾粮款呢 我看了他们的账本 所有的赈灾粮款 全都进了这个薛大老板的钱庄了 可不能这么说啊 薛大老板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一文钱进去 两文钱出来 我这才有足够的钱去救济灾民呢 我看了他们的账本 大大小小的官员 全都在侵吞着救灾的粮款 救民先救官 官都活不了 还救什么名 荒唐 这是事实 千千万万的灾民 谁去发给他们赈灾粮款 是你发 还是我发 还不是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喂饱了他们 他们才肯给我去卖命 这乃匡之谬伦 贪污受贿 居然还有了大道理 这是几十年官患生涯换来的大道理 这是千千万万喜临临的事实换来的新道理呀 济先生 但你怎么就不懂呢 你 食君奉入 味君奋勇 点点滴滴皆是民旨民膏何大人 你怎么忍心再在鸡民的口中 去偷出一粒粮食来呢 又来了 行行行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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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碗不早 喝酒 官子怎么写 上下两个口 先要喂饱上面一个口 才能再求喂下面一个口 宋有包公 名有海瑞 康熙朝有施工 代代清官 愧傻大人也 对对对 清官的确令人惊 可清官也令人慰呀 何大人 您就是无敬无畏 所以才无法无天 那我问你 古往今来多少清官 多少贪官 清官如凤毛麟角 贪官如黄河之杀 对呀 那我不依靠他们 我依靠谁呀 我这个君基大臣 要是没有他们撑着 那就是个屁 我容易 我容易嘛 何大人 来来来来 倒酒 喝酒 来 既然何大人觉得贪污有这么多的道理 那你干嘛还要毁账本 哎呀 毁也好不毁也好 没什么意义 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毁了旧的 你还可以写出一本新的来嘛 那太好办了 你可以把我脑袋砍下来 这账本不就彻底的毁了吗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呀 但是 我说了不算 再者说 季先生这大清国第一才子的脑袋 我还真舍不得 我只是想让你 做几天班房而已 我明白了 何大人是想把我跟皇上分开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皇上一回京 我马上放了你 你以为皇上就查不出这账本来了 皇上正忙着寻找他的生母 顾不了这些事 哎呀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 真是令人佩服啊 说实话这漫朝文武 我最不想得罪的 就是季大人喽 可是我常常得罪的就是何大人 这不又回到那句话了 天下英雄 天下英雄 唯是君欲操尔 何谋 为能有你这样的对手 倍干荣誓 哎呀 能为天下第一大贪官赏识 真是我季小兰的 不信啊 喝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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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